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作者 陈吴彤 播讲 夏秋年 第七章 周延如的复出与赐死 第一节 传承温体人一波的张志发和薛国官 上 崇祯十年 1637年6月 温体人治事后 明司宗将其他府城中为次居于首位的张志发着为首府 同时用美补之法典用吏部右侍郎刘宇亮 礼部右侍郎副官为礼部上书 左迁都御史薛国官为礼部左侍郎 聚奸东阁大学士 入餐激务 张志发是明司宗为打破非汉林不入内阁的惯例 于崇祯八年 1635年6月通过考试由外聊着入内阁的 亦在扩大人才的选拔范围 无奈他缺乏识别人才的目光 完全看走了眼 张志发入阁后 一切听命于温体人 很快就成为温体人的亲信与同党 待温体人出任首府后 又传承温体人的一波 执行没有温体人的温体人路线 排斥打击东林党人 福建张普人黄道州 自幼平 学贯古今 经天文历数黄极诸书 天启二年 1622年中进士 改树集士 受编修 为经研展书官 他以文章风节 文明于世 言冷方刚 不邪留俗 按惯例 展书官进入京研 避双膝跪地前行 他却独自用双脚行走 引来魏忠贤的侧目 不久以母桑归礼 崇祖二年 1629年起父故官 进幼中允 因连上三叔救乾隆熙 被明司宗连将三级 调任地方官 崇祖五年正月 因再次输救乾隆熙 与次周延如 温体人 被明司宗赤为民 九年起父故官 一年进幼玉德 掌司经局 当年东 为太子选择东宫讲官 作为首府的张志发 将黄道州摒弃不用 黄道州的同事 项玉 杨廷林 未知名不平 要求将位置让给黄道州 张志发仍坚持不从 行科《左几世》中冯元彪上书指出 道州至清无图 中足以动人主 指皇帝 唯不能得执政欢 指首府 张志发奋级 连上两书痛抵冯元彪 极力颂扬温体人的估值不期 但是 明司宗不仅未雨理睬 后来还将冯元彪着为太常少卿 再改南京太普寺卿 签为通政史 张志发的这两个奏书 又引来29岁的汉林院编修吴伟业的痛斥 他上书说 温体人学无经术 信息显避 避逆小人 护持汉党 首府张志发却盛赞其美德 一约估值 一约不期 体人当国 有唐世纪 敏洪学 蔡逸琛 吴振英之流 参赞密谋 有陈吕谦 张汉儒 陆文生之流 为之驱除异己 哪里算得上估值 体人家窝藏巨盗 财产遍布调息 指其家乡湖州 幕僚中不乏亡命之徒 又怎么谈得上不期 接着 汉林院检讨杨世聪上书揭发 吏部上书田维嘉 贪赃枉法 卖官欲绝 张志发见到奏书 私自抄录一份偷偷送给田维嘉 让他预先做好申辩的准备 田维嘉恐慌不已 为等明思忠将杨世聪的奏书批转给内阁 就抢先上书 为自己辩解 明思忠因此觉察到内阁有人给他暗通消息 下指责其据实回奏 田维嘉隐瞒不住 只得如实交代 明思忠下令罢了他的官 从此也对张志发失去信任 随后 大理寺父曹全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贪污受贿 又牵扯到张志发 张志发连书为黄应恩辩解 请求调查核实 明思忠虽对张志发优质包达 但仍下令将黄应恩逮捕法办 张志发只好连上三书 说自己有三条理由不适合担任首府 请求辞职 崇祭11年1638年4月 明思忠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理由是他的身体不佳 让他回籍调理 此事被当事人传为笑谈 说张志发是遵旨患病 张志发担任内阁首府不到一年即被罢官 接替其职位的孔真运时间更短 为期不过两个月 代之而为首府的是刘宇亮 崇祭11年1638年11月 因清兵入掠 京师戒严 明思忠极度忧虑 刘宇亮自请督察军情 皇上大喜 及格除卢相声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之职 命刘宇亮代之 明思忠将刘宇亮自请的督察改为总督 令他惶恐不安 因为他根本不懂军事 没有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 只得找府臣薛国关与兵部尚书杨四昌商量 请他们奏名皇上 自己也尚书说明情况 明思忠于是更改欲旨 让卢相声留任原职 而刘宇亮只负督察的使命 等刘宇亮到达保定 就得到卢相声战末的败报 过安平 哨探报告清兵将至 他与随行部族各个大惊失色 及区晋州已避之 不想 晋州之州陈红旭闭门不纳 守城士兵一煞血为盟 士部开门严纳一兵一卒 刘宇亮大怒 发射令箭 要求尽快打开城门 否则将以军法惩处 陈红旭传出话来 说都师之来为的是御敌 现在敌兵即将到来 奈何反而躲避呢 如果是粮草不济 请找地方官去要 如果想进城 恕不奉命 刘宇亮持书纠合 明思宗下旨待至陈红旭 州民纷纷前往北京 拂阙诉冤 有数千人表示 愿以自身替代之州受罚 明思宗还是将陈红旭削直调用 并因此怀疑刘宇亮没有认真办事 只会到处骚扰百姓 对他完全失去信任 崇祯十二年 一六三九年正月 刘宇亮抵达天津 见诸将消极避战 十分气愤 上书纠合 书中涉及总兵刘光座逼流不进的问题 内阁大学士薛国关正寄于首府之位 与兵部上书杨四昌合谋购害刘宇亮 说他私自拟址于军前处斩刘光座 待遇址下达 刘光座刚好在武清打了个胜仗 刘宇亮便将刘光座关进监狱 同时据书齐请宽佑 接着上报武清的捷报 薛国关觉得机会来了 乃你言指 谴责刘宇亮前后的奏书互相矛盾 下九卿磕道易楚 易楚的结果 一致认为刘宇亮玩弄国县 犯有大不敬之罪 刘宇亮上书辩白 不亦仍将他落职贤著 集市中陈启新 审讯又落井下石 上书请求予以重处 于是又改为薛吉为民 二月 明思宗下旨 令其戴罪徒工 视频在意 当了半年多首府的刘宇亮 就这样被薛国关取代了 明史薛国关传说 首府温体人垮台后 张志发 孔真运 刘宇亮既知 皆非地义所属 顾玄罢去 国关得志 薛国关是陕西韩城人 万历47年 1619年进市 受莱州推官 天启四年 1624年着护科几世中 对时政颇有建策 魏忠贤专权后 大力攻击东林党 他也紧跟着弹劾御史游市任 操江都御史熊明玉 保定巡抚张凤祥 兵部侍郎萧进高 刑部尚书乔允生等东林党人 不久升任兵科又几世中 魏忠贤遣宦官出镇监军 他又积极配合出镇太监 输究东林人士 天启七年 升至行科都几世中 崇祯改元 薛国关立即来个大转弯 坚决反对燕党一孽 启用王化珍的主张 奉命往北镇既一乌驴 山明 一座一乌驴 在今辽宁北镇县西 人呼为广宁山 主封名望海山 返京后弃言 官内外银武虚号 降力亲客之弊 力见满贵御边之财 受到明思中的褒奖 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后 薛国关又联合陕集的金官 立请设防诉缴 并追论燕党分子陕西巡抚乔应甲 纳会众道之罪 南京御史袁耀然 尚书揭发薛国关天启年间 依附燕党攻击东林的劣迹 他生怕遭到清算 尚书立抵立科都几世中沈维炳 兵科几世中徐玉清 从而得到温体人的赏识 将他推荐给明思中 他的官职也步步高升 至崇祯十年 1637年8月 被卓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入餐击物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